相信大家在之前的短片都见识Jang的专业了 而她的专业就是源自于她搵打搵达的地盘实战经验 绝对不是只信谈兵的 为了将来在加拿大能够提供优质的厌楼厌屋服务 最直接吸收技术的方法就是在人目人行 i.se.guy 我们今次就来个反传统 给你看一下平时新光颈领的Jang 移民之后怎样撇开之前的身份 见证Jang之移民节多时 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就是做装修学徒 今日来到一个还未交楼的地盘做木地板 哇,这间屋真的好大啊 不要看它都是基本的upper floor main floor 和basement 它还罕有地有了elevator 在加拿大能够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在加拿大能够优优优独播剧场—— 我认识Jang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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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开工 第一步就是磨地台 如果地台不平的话 砌出来的地板是不会漂亮的 我认识Jang之后 这次我们是做Lamlet 4 复核木地板 与香港最大的分别 就是这里的楼面都是用木做的 所以不需要像香港石屎结构那样 先钉底板 再铺纳青纸和胶纸 只需要落胶水和打斜钉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正式的铺面板 以前那么多年都是看师傅做 看人做就很简单 其实做地板都挺辛苦的 长期跪着做事 膝头、腰、大腿都会很痛 最拿命就是第二招的肌肉 有硬有痛 哇!每一招都想射波 今天上班捏世界 但是没什么心机 为什么呢? 哇!大哥,你看! 多没有心机上班 这个地板是位于距离BANF 不是很远的CAMO 因为在BANF建屋、买屋是需要permit的 所以Developer都选择在附近的CAMO发展 对着个这样的警探世界的人就多了 熬世界? 我想真的不是很多人试过 什么? 黑鬼啊! 人说明熬世界 爬难野就当然要做的 倒垃圾其实都算是优差 起码可以逛逛 给肌肉抒占一下 看起码 SIMPLE HOUSE的工期很短 一般都是三四个月至半年左右 而我们做地板的工期 都只是做了一个星期左右 伸手手脚慢 将袖下 然后去 老闆都很好人 完工之后 带我们去BANF Call 走回来 2014年 中逛 由于BANF是旅游区 就算你进去何事都不做 你都要收拾一名 如果大家有興趣進去玩一下,收費詳情和Official Link就放在我的影片簡介給大家參考 在加拿大找工作是勢在必行,很多香港人都希望做回本行 但我們必須了解一個殘落的現實 除非尼浩托,或者很多公司,尤其是工程行業,他們都不會承認你在海外的工作經驗和學歷 無論你以前做到多大、多高層都好,你必須要放下以前的身份,接受自己是一張白紙 如果你沒有破釜尋找的決心,那你就要問問自己,移民是不是真的適合你了 想繼續看我怎樣折舵?記得按讚、訂閱和留言 留意下一集,J&G 移民折舵史